开饭了,开饭了,大家,吃过饭了吗? 无论你是吃中餐还是晚餐 还没吃的话,罗请客 这什么东西? 小火锅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有白色的泡沫,盖住,看不清 哦,原来是绿豆汤 大家知道这里边,绿豆汤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吗? 陈皮,哈哈 估计很多台湾的朋友都没有吃过这样的绿豆汤的 放陈皮的绿豆汤,你吃过没有? 相信很多台湾朋友是没有吃过的 不妨试一下去买,最好是买老陈皮啊 越老越好 越老的话呢,你放进去的陈皮就不需要像我这么多了 我这个都是新鲜的陈皮 味道绝对脏,绝对令你稀疏忘怀 陈皮绿豆汤 还有,卖全卖的小饭包 还有,茄子 哇,主角在这里 其实那些都是配角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这个主角 这是什么主角 这是什么主角 大家看到吗? 这里面有... 这是什么? 大家能看得出来吗? 对,竹笋 没错,竹笋 竹笋 还有枸杞 这条是什么鱼 大家认得出来吗? 钓鱼的朋友 眼睛 明亮的钓鱼的朋友 你认得出来吗? 竹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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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去了林 去了渔林 也是比较难认的 这是什么? 这就是 红草 我经常说成是 红油 红草 因为 我记得香港好像是叫做红油的 这有 汤 这个是 枸杞竹笋 红油 汤 哇 滋补啊 真的滋补 味道非常好 非常棒 这是我自创的 那么 钓鱼的朋友 大家 有钓到红草 其他海鱼也可以了 石斑当然更好了 就可以用来煮汤煮汤 可以用竹笋 还有枸杞 这两样配料来煮 来熬 熬的时间的话 竹笋先熬 大概 竹笋最少要熬半个小时以上 那么 然后 再放 鱼 放枸杞进去 熬熬了 鱼熬了 鱼熬了 枸杞也会跟着熬的了 那么 就可以 喝 可以吃了 啊 啊 钓鱼的朋友 真的是 特别有口福啊 啊 而且 能认识我这一个 YouTuber 啊 虽然 我的 钓鱼频道 我 讲钓鱼 也就是 从去年 黄岛台湾的时候 走海线才开始 而且 我也是 在台湾才 真正正正的 开始钓鱼 第一只鱼肝 也就是在台湾买的 以前从来没有用过鱼肝 那么 来了台湾以后呢 我才 真正正正的 学钓鱼 那么 已经经历了多少时间了 从去年的9月份 已经开始到现在了 哇 一长眼 将近一年了 也就是说 我在台湾钓鱼 钓了11个月 哇 马上就要满一年了 现在已经8月初了 到了9月以后 过后 我就是在台湾钓鱼钓整整一年 那么 这一年里边呢 我学了很多的钓鱼的东西 也跟大海亲近了很多 也认识了更多 海洋的知识 所以 钓鱼 不只 可以 娱乐 还有 想口服 还可以认识海洋大自然 三样兼得 哈哈 真棒 真好 所以的话呢 还没有开始钓鱼的朋友 看到我视频 我真的是 非常地推荐大家来学钓鱼 钓鱼 钓鱼不只可以有鱼吃 呃 娱乐 培养你的耐性 真的 过去这一年里边 我感觉我 这个从钓鱼里边 本来我的耐性就很不错 如果说我投入一件事情的话呢 我真的是有 到了那个 可以到达一个万国的境界 那么钓鱼也会让我钓到非常的万国 呃 很多时候会钓通宵 那么 昨天晚上我就钓了通宵了 也是 钓到三点来钟才 回家 嗯 虽然昨天晚上那个 没有什么收获 但是 也是 乐在其中 那么 当然钓鱼有收获是最好的啦 那么 皆大欢喜 你拿的鱼回家 哦 家里人 可能有的吃 那么 然后呢 你自己 心里也会非常的满足 钓到鱼 那种拉起来的那种感觉 哇 这个 说到拉的 拉鱼的感觉 哇 这个 红巢啊 拉力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 感觉也是很爽 那种拉力 它会 哇 在水里面 它会 往 相反方向 躲啊 到处 乱窗啊 这样 它在水底的力量 你在 暗山拉它的那种感觉 你会感觉到 那股力量 跟你在搏斗 它好像是在 知道自己 要被人家抓了 垂死挣扎 那种垂死挣扎的那种感觉 那种 力量 那种 力量 真的 让我 非常的 震惊 啊 当然 有些人 他特别喜欢 感受这种 拉力 很多人呢 很多钓友 他们是 喜欢钓鱼 但不喜欢吃鱼的 他们只是 喜欢这种 拉力 但是呢 我呢 其实 不是很 着重这种 拉力 我是更着重的是 美味的海鲜 更着重的是 吃 还有那种过程啊 这种过程也是 非常的奇妙 因为你可以 在钓鱼的过程里面 像我会碰到 水面上啊 那个水沟上啊 有 那个台湾龟啊 乌龟啊 那个斑龟 啊 有兔 甚至野兔 我捞到过野兔 这种 这个 经历是 非常的频繁 但是也是 非常的不凡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 经历得到 唉 麻烦 说回这个 今天这个主菜 我要教大家 怎么样做之外 我要 教大家讲 港式粤语 也好久没有讲港式粤语了 好 这个 红潮语怎么说呢 港式粤语叫 红 丑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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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笋呢 竹笋 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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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整个汤的 粤语 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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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竹笋 九红 九红 海鱼 海鱼汤 海鱼汤 那么 应该怎么说 就是枸杰鱼汤 介绍完毕 那么 希望大家 钓到鱼的时候 也可以尝试 用我推荐 介绍的这个 汤条方式 这样的 料理方式 来做 这个样的一个鱼汤 真的 非常的甜美 因为枸杰有点甜味 所以整个汤 非常的清甜 真的很棒 没介绍错 试试看 好 谢谢收看 那么 最后 以后我都会这样 送上最后一道甜品 放后甜品 就是 这甜品 随机上是要邀请大家 多多支持我的频道 点赞我的视频 点 那个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 分享我的频道 谢谢 谢谢收看 谢谢你 多多支持